足迹总处在4月底再次公布全台家庭财富分配调查报告 据用位在财富中间水准的族群财富占比合计约三成 最有钱等级的财富占比则是六成二 有钱人不只将穷人远远抛在后面也吃掉中产阶级的财富 造成相对贫穷感 更让学者直呼所谓中产阶级反贫现象也在台湾出现了吗 学者指出财富差距至今仍持续扩大 据用位在中间水准第三第四等份财富占比合计相比前几年少了八个百分跌 这显示中产阶级逐渐消失 而中产阶级消失正后期限包括消费需求下降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加剧贫富差距扩大收入不平等的院队 从而引发社会不稳定及政治动荡 而面对中产阶级的优先如何拉高薪资也成了最大关键 东西新闻综合报道 好伟汉 柯文哲现在只剩下阳春党主席了 真的还要面对黄国昌的虎视眈眈吗 政治眼前一寸皆是迷雾 三重水净已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现在看所谓的柯皇中讯一战是看不清楚的 可是问题是你能保证他们以后不会吗 现在这样子讲 柯文哲需要黄国昌 黄国昌需要柯文哲 他们两个基本上一个目标2026的西北市长 一个2028的总统 看起来因为目标不一样 应该是只有合作没有竞争啊 但是观众朋友来我举两个例子 常常 谢长廷陈雷北以前当议员的时候 你有想过有一天他们会去竞争台北市长 然后一个必须倒下吗 没有啊 可是等到你们金字塔的顶端 比如说如果民众党的支持者 对于黄国昌的期望跟期待 跟这个怎么讲 支持度已经超过柯文哲的时候 那2028怎么办 阿德中绪一战啊 就这么简单 所以才讲说三大案对柯文哲来讲至关重要 为什么这样讲三大案如果说 目前只是在新闻上或是政治的人设上面造成影响 我常常讲我们是无罪推定 所以现在还不能讲司法上柯文哲的问题 可是这个 他自然如果被列为贪污的被告之后变真正 而且还真的被起诉 还甚至一审判有罪的话 那政治能来讲的话 黄国昌就会超车柯文哲 所以有时候不是说他们两个 因为我也问了黄国昌 我也问了柯文哲 他讲说 哎呀那外面见风插针啊什么 我们有裂痕 不是 他们两个现在目前看起来 确实彼此都是心心相嫌 因为抱团取暖啊 第三党嘛 可是如果哪一天 比如说柯文哲他的声势下去了以后 黄国昌还在上面 比如说黄国昌现在确实 为什么大家会开始有这个 新闻媒体的报道 你说媒体见风插针也好 我想有的可能 他也希望能够 让他们自己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猜忌跟裂痕嘛 你看不是有民进党大老 打电话给柯文哲讲说 哎哎小心黄国昌哦 他还告诉黄国昌 你看有人在说话对吧 没关系干得好继续干 所以柯文哲目前展现他的信心 他是支持黄国昌的 可是俊阳哥 如果有一天 柯文哲他的影响力下降了 或者是他真的官司成身了 如果啦 那这个时候 民众党的支持者 三百多万的小草 他们会期望有一个人能够上来 他们的期望在黄国昌身上的时候 那个主客意味 主从意味就会不一样了 我刚讲阿扁跟谢阳廷 你觉得还不是很精准 我现在讲一个人就知道了 连战跟马英九就是这样的关系 连战是马英九的老师 可是连战两次总统没选以后 2004年以后 国民党支持的就期待马英九选2008 所以呢国民党的支持者 2005就支持马英九选当主席 那连战从来没有讲过 他不喜欢马英九 可是自此以后 他就把票投给王金平 就没有再投给马英九了 台电看到了在桃园跳电跳不停 民怨不断的高张 周休二日他开始强力捍卫了 说外界不要犯政治话 话才讲完 结果桃园大西又三千户跳电了 赖清德准总统最仰赖的科技顾问 在这个同一时间 我们看到差一点点变成 我们行政院长的佟子贤 他支持核电研议的立场 越来越鲜明了 他甚至首度说出了 希望核二核三能够研议 甚至连方法都把我们想好了 提出了芬兰一个更高效 更安全的核电技术 给大家来参考 佟子贤是不是先帮赖清德 打预防针呢 好 居然告诉大家 包讯的观众朋友 真的是要有白有保比 跳电的出台事 就是桃园 桃园一直跳 观众朋友 已经短短在半个月当中 已经跳电二十次了 刚刚导播给大家看到画面 那你是桃园人 你受得了吗 受不了啊 这种时候你一直跳 我平时里面的东西都烧掉了 然后你告诉我一句说 王美化部长说 不缺电 我们修得很快 真正动不了 所以观众朋友 还是要给大家稳定的供电 足够的电量 跟相对便宜的电价 就这么简单 为什么我们今天讨论这一题 俊江哥 童子贤 这个是赖清德中文当人 他没有对外讲 但是媒体有报导啊 他原本是属于的行政院长人选 那一个行政院长人选 代表说 他差一点就要当我们的最高行政主管 他讲什么话 参考参考 第二个 童子贤跟赖清德 在去年十月的时候 就曾经有同台 在那边谈能源问题的时候 撒一个 他就说 我支持继续使用核能 这非常关键的一次表态了 为什么这样子 因为童子贤 第一个他的影响力 第二个他跟赖清德总统的关系 第三个 他过去一直都反核 他说他误解了 他这两天有特别跟社会说明说 我误解了 从福岛核灾到现在 我觉得说 那个核心很恐怖 那个核能电厂 对吧 核子等来打下去的时候 大家都没去 对吧 那核子电厂在那里 就随时要打 走到死对吧 那过去一直反核的童子贤 怎么现在态度转了呢 他说浓度根本不一样 他现在才发现 我们在那个 我们的核反应物里面 那个浓度 大概就5到15% 那你要当核弹的话 那要90%以上 那根本不是同一件事 所以哪有那么容易就爆炸 第二个 他认为 在整个的经济产业 就像我们讲 半导体需要电 我们需要用稳定的电 而这件事情 我们也常常跟大家讲的 太阳能的占比越来越高 已经到了10%左右了 那在大陆上要怎么办 没有啊 我现在生产线 应该要订单 台积电压 这种半导体 我们整个晶片 整个书产业一做以后 过了晚上的五六点以后怎么办 只能火力发电 用废换电 所以他在讲说呢 明确讲 观众朋友 现在最新的 童子贤明确表态 童子贤本人 支持核二核三演绎 而且呢 他认为 绿能不是完全无害的 那我们干嘛 要把核能妖魔化呢 所以他认为 我们应该使用核能 观众朋友 今天一个重要的讯息 童子贤不是只有讲讲而已 他说他看到 芬兰用的OL3 它的第三个核电厂 因为芬兰大部分都是水利发电 他说他可以带来 非常大量的发电 这是新的 它也是这个 废水式的反应炉 跟台湾是一样 可是它新进一步的 我简单一下跟大家讲 今天没有办法 时间讲那么多 就是说这个芬兰新的技术 因为已经开始启用了 所以这不是看不见的 后来023年开始启用 这个芬兰的OL3 这个反应炉呢 它的发电量 是OL1跟2的两倍 所以OL3一个反应炉 就等于是前面两个 加起来加总 他说我们台湾 用这种技术的话 他甚至直接告诉你 核一不是不用了吗 核是不是没用吗 核一核四的场地 滚掉掉以后 直接铲平 重新盖OL3的反应炉 就可以帮台湾来 算给大家看 帮台湾带来30%的发电 我们现在核电 大概只有7% 如果有30%是核电 20%是绿能的话 俊江哥 只剩50%火力 火力就不用那么多了 所以他认为 这么一来 不但可以稳定供电 而且可以降低台湾的电价 大降30% 它3-10 我要用 可不可以用更浅白的话 来告诉我们 两个重点 这个芬兰的核电发电法 第一个 它效能更高 第二个 它还可以更安全 童子连他是讲 OL3芬兰这个技术 它是压水式的反应炉 安全系数更高 你不用担心 因为它还有包含 像福岛那个发生的状况 它是因为停电以后 到时候没有办法 然后里面的反应炉高以后 它又没有水可以使用 才造成灾害 台湾的几个反应炉 基本上都有 熔断跟水槽在上面 直接就算没有电 它只要下来 就可以把整个反应炉冷却 对 它说安全系数比较高 然后最重要是什么 它为什么讲求这个OL3 因为它的发电效率非常好 是1.7倍以上 那同样的一个核能发电厂 它的一个反应炉 它能发更多电代表 我们就不需要用其他的 火力发电来取代 所以它认为OL3运转 至少在芬兰是很成功的 光是一个它的基础 就可以把整个芬兰全国 15%的用力全部供上来了 所以你知道一个基础 就可以供15% 它认为台湾可以试看看 OL3的核磁反应炉 它认为在台湾应该可行 好 维翰 我再追问 观众朋友会想说 对 我们当时讲 2025非核家园 为什么 我们看日本 日本是真的受创最严重的国家 我们才不要变成日本 可是现在的日本 它已经翻转了 日本在三一福岛核灾以后 全国核电厂曾经有两人之间全停 结果后来整个日本政府受不了 因为日本的经济往下滑 它买太多的这一些LNG的天然气 跟燃煤来日本烧 所以最后呢 他们陆续的把他们的核磁电厂 重新启用 所以君强哥 从福岛核灾到现在 2014年 对不对 这13年过去 从原本的全停 过去这10年 已经逐渐的将近三成的 日本的这个核电厂 都重新启动了 为什么 就是为了经济跟稳定的发电 还有比较便宜的电价 好 最后呢 伟翰带我们来看到 为什么今天讲这一题 特别有感 尤其是当人的乡亲 你如果你看我们这部 听伟翰来说 你特别心里有感觉 动不动给我跳电 结果跳电 民怨高张 也是可以想见的 台电说 你们不要犯这次话 不要乱喷口水 你现在还在骄傻啦 台电现在目前是这样 因为桃园已经跳到 大家讲难听一点 天怒人怨了 那桃园到底怎么回事 桃园现在目前呢 一大堆的问题 像下雨天 数字就压到 因为下雨 他把数给弄断 数字又压到电线 第二个 还有小松鼠的问题 还有这个鸟类的问题 还有溃线跳脱的问题 那溃线是不是 他的电网不够强 不够健康 台电也解释 他说溃线数 在桃园是全国第二 他意思说 我们这边溃线很多 可是因为就是 出现了很多状况 我们的供电是够的 只是我们的供电 往中间出现的问题 像这个之前大安区 还有一个融丝段 融丝座烧毁 大安区等一下问一下佩君 所以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 我们都跳了或停了 可是王美化部长讲说 我们修很快 停归停 全世界最有效率的台电 王美化部长 我懂你的意思 就是说坏掉以后 马上修回来 修得很快 台电员工确实是 非常稀果也很认真 但是 来我补凑回去 这些停电的座位讲说 你修很快 我谢谢你 可不可以不要修 不要快就好了 你干嘛让我三四个小时 稳定工店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你不要讲说20年前 要等两天才来 现在只要等两个小时 我连这两个小时 我们的消费者都不想停电 再来伟翰要跟大家来聊聊 房价 聊什么呢 放眼六都 六加一 七都 多出来那一都就是新竹了 新竹是放眼七都里面 房价涨势最迅猛的 你怎么想象 新竹居然出现了一瓶 八十万的数字 不要怀疑 这就是新竹 没有想到 这样子的一个购物环境 这个叫做卖方市场 你要抢 你都不一定抢得到的情况之下 居然有这样子一个神鬼房仲 穿梭在买家之间 神鬼诈骗七千万 太夸张了 好 俊阳哥要报信的观众朋友 现在什么东西最高 房价最高 房价最贵 现在什么东西不高 薪水不高 就这么简单 一个高一个不高 所以就痛苦啊 那房价高 我们现在急剧 有没有讲说这个整个一到五级 已经差了六十六倍 对不对 所以贫者欲贫 负者欲付 你买不起房子 有人还要买第三金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呢 因为刚刚俊阳哥也讲了六都 大家在抢六都 六都以外还有个新竹 新竹有什么 有竹科 所以新竹的房价也一直飙 等下给你看你会吓一跳 才短短三年涨了多少 将近一倍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大家抢着买新竹的房子 那我今天买 我要买什么 我要买 这个大的建商 或者是有幸运的 我买不到怎么办 居然有这种人 新竹的房仲 他真的是房仲 所以平常就在买卖房屋 那因为大家都想要抢新竹的房子 特别在竹科附近 所以他说没关系 大家想要买到你想要的房子 很难买 大家抢不到 我有管道 所以你钱先好啊 我先帮你保留户穿下去 结果真的有人受骗 20个人受骗 他手上拿了7000万 直接诈骗 这个东西重判14年 这个基本上就是 把人的钱骗掉 而且他是怎么骗 他是说我可以买到新竹的房子 所以你就知道 现在新竹的房子有多抢手 那为什么新竹的房子抢手 俊强哥 因为新竹的房价已经飙破天际 以后让大家吓一跳 就现在不买 明天会更贵啊 你看看 原本两年前 我现在讲的观众朋友 我不是跟你画家常 我不是跟你讲10年前 20年前都是两年前 两年前新竹一平 三十几万 现在变五十几万 两年就沧海商田了 两年前新竹农地本来八万 现在变多少 变十五万 乘以二 是不是 double 都是一样啊 房价都double 农地也double 所以这个大家就拼命抢啊 就要抢去新竹买房子了 但是去买房子之前呢 基本上呢 先要租房子 先租房子 那我跟大家讲 佛山有看夜问吗 佛山有一个金山藻 竹科有个金山街 入金山不能空手而回 坐勇金山银山 我怎么来探极啊 这么会 来 这个竹科旁边的金山街 我们常常听说 它到底在新竹科学园区附近 是怎样的存在 来 金山街就是竹科工程师 菜鸟前三年 专门住的地方 因为我都坐在这里 然后呢 又便宜 然后呢 周边呢 我告诉你 居然哥你要知道 所有的餐食 便当店 饮料店 生活用品 隐形眼镜 什么都有 因为工程师需要什么 然后我跟你讲 经过计算 你会吓一跳 便当店跟饮料店 我问你哪个比较多 饮料店 饮料店比较多 居然跟你讲 你知道什么吗 我想一下 因为工程师很忙 有时候没办法吃饭 但是一定要一个饮料 饮料我可以喝一口 然后我可以继续做 所以饮料店比 那个费量店还多 那因为这金山街 以前其实便宜 一个月大概五千多块 你算看看 组合工程师大概一年 刚刚入行的时候 可以赚一百万 可是他本来 一个月只有五千多块的租金 我一年算算在七万而已 我连十%都不到 现在还有这个价吗 我刚刚不是讲 房价都涨了吗 金山街的租金也涨 他现在也涨上来 现在变成是大概到 八千块左右 五坪而已 小房间大概八千块左右 但是对工程师来讲 还是没有问题 直接租起来 因为房价涨上去 通常住三年以后 身上没有菜位了以后 我告诉你 三年工程师 他就可以存多少钱 可以存到买房子的头气换 他就会搬走了 所以这个金山街 就是竹科工程师 聚集最多未婚刚入行的工程师 他们所住的地方